早上小课堂开课了 有请我们今天的老师崔老师 为什么我讲课要叫早上小课堂 好好记笔记听课这位同学好吗 好 起立 行吧 非常好 这次主要讲的是什么 是别克全新的第800EcoTag 1.5P4张的发动机 你上次讲的阿凡达发动机是什么意思 阿凡达其实就是一个内部的戏称 主要是这个发动机跟电影里演的一样 智慧 科技 而且还能进行自我进化 跟电影里不谋而合 那这么巧了吗 做一件话是什么意思 没懂 就是这个发动机能根据需求的不同 变种 划算为各种不同的品种 这就说明了它情料可固展性 什么意思 当你需要清楚的时候OK 它可以直接搭配48部进口 而且还能直接和混动在一起 各种动力总成都可以和这款发动机 完美的搭配的 而且这款1.5P4张发动机 是首次搭载在V量Pro GS上 之所以为什么搭载在这辆车上 我个人将来可能会 往更高级的升上回家来的 这不只是进化嘛哥 这简直是变种 我不太明白 是不是就跟汽车平台一个意思 就是它可以随意搭配 然后各种形式的动力 对对对 就是这个 你要知道一个1.5T的方向机 能做到公率135千瓦的155千瓦是什么概念 而且同时百公里做到7.7秒 还把油耗控制在6升以下 在这个级别是很少的 因为你这么做的话成本会上去 你需要更好的钢铁的制造材质 和更精密的制造工艺 反正是这种工艺 听不过只有通货宝马来用 哦 这个我知道 不仅仅是材料 然后还有它的散热冷却器 还有去楼梁杆都要更有强力 这一看就是别人改车的时候 也没想偷学呀 偷学了一点点 哎 但是咱们平常改车啊 不管是换去楼梁杆 还是用放送机 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快 对 但是威廊朋友GS 它做一款家用车 它考虑的并不仅仅是要快 它还要考虑燃油经济性 还要考虑静渠性 哦 所以一些黑科技就加深了 能控制变量的机油泵 这都是为经济性来考虑的 这么智能 那肯定离不开电脑吧 哎 电脑也是非常功劳的 肯定换了神经的电脑了 计算性能提升14% 内部储存性能提升33% 而且还有更加高科技的 就是神经网络 和咱们俗称的自学系统 所以为什么叫阿凡杂 知道了吗 就是它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 来进行自我的学习和提升 崔老师讲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起码我已经听语个外了 哎 不不不 你根本就不懂 其实像这个级别 紧透级别的加速车动 很多车骑桥 其实都是三等级 当然通用1.5G Eco Time 4刚好 而且马力非常大 而且在这个线级的 也只有少数领埋 还饱饿了4G 你懂吗 你不懂 这是男人对于机器的热爱 这是男人对于发动机器 刚刚受了一种执念 你自己执念吧 大家下课 拜拜 好 使不着